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说我是一个小菜鸡 当我成长为高手以后 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 咱想都不想直接回答 会屏风马 咱们从这一刻开始 开启一套全新的课程 系统的了解一下屏风马 以及里边的起理到底是什么 要比以前的节目更加的有趣 咱们从最基础最基础的开始 曾经有一个网友给我笑破防了 说啥是屏风马 就是跳两个正马 您就放一万个心 我跳个倍正丝毫都不歪 而且一点都不带角度 只要我跳起两个正马 那我就是会屏风马了 到底是这样吗 其实屏风马的布局 主要是针对对方中炮的布局 咱们看看洪方第一步骑走完中炮以后 骑发上有哪些变化呢 首先他准备进攻黑方的中路 而且还有另外一层作用 以后上马以后 然后把自己的骑给出来 我的炮就不挡局了 所以说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招两用的好奇 但是自己也有阵性弱点 三期录像暂时不能连接了 所以说黑方走什么比较合适呢 黑方上马 红方上马 黑方跳一个驱头屏风马 我两个马看住自己的中族 也就是说您这个炮啊 一时半会打不出来 您的三期录像不能连接的弱点 您呀踏踏实实搁着吧 以后我就要反击你的三期录线 咱们了解了最底层的国际以后 开始了自己的实战啊 现在肯定会有人说 大招牙子你就白货吧 现在啊 很少有人跳驱头屏风马了 都是红方中炮以后 黑方上马 红方上马以后 黑方啊选择一步出局 他根本就不跳驱头屏风马 到底是为啥呀 咱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比如说现在黑方上马 那么红方出局 很显然是一个先手捉炮 当你黑方出局的一瞬间 现在轮到红方走齐了 红方就有挑兵的权利了 走哪个兵都可以 人家红方踏踏实实 挑一个自己熟的 所以说黑方跳驱头屏风马 相当的罕见呀 当这话说到这的时候啊 大多数人可能不明白啊 咱们修改一下星期四去 您呀一目了然 红方当头炮 黑方上马 当红方上马以后 黑方先选择一步出局 我先不上马到底是为啥呢 现在轮到红方走齐了 如果你现在随便走一招齐啊 那我黑方没准我还平炮的 我看我高兴啊 我没准走一个三步虎的步局 先把局亮出来来说 那身为红方来说 多数都不乐意啊 所以当红方出局以后 黑方就有挑足的权利了 所以说黑方先走居酒平八 到底是为啥呢 是最大可能保留自己挑足的权利 跟驱头屏风马完全不一样 刚刚两步起啊 双方就开始逗上新眼子了 咱们开始第三个问题啊 说我是一个象棋新手 我刚刚接触屏风马 我是挑一个三足合适 还是挑一个七足合适呢 我个人建议啊 您走一个足七进一比较合适 相对黑方来说 比较的容易掌握 红方禁居过河 成为了主流的布局 他不这么走 根本就不行啊 咱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 比如说您老爷子冲几一个足来 我冲几一个兵的有啥毛病啊 就给了黑方 浸泡过河的权力 咱们看看黑方这手棋一走 对于红方来说 有多大的困扰吧 首先你的炮瞄着我的中兵呢 以后你补两手棋 准备炮击中兵将军 那肯定受不了啊 而且第二点呢 是把我这个马给压住了 我这个兵冲不起来 我的居和马都动换不了啊 所以红方肯定要解决问题 那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呢 心里边肯定就会想 如果我可以把这个兵给你撞掉 我以后上马盘河 那你这炮就待不住了呀 既然红方有了这个想法 肯定是浸泡巡河 以后把兵撞了 我上马不就没事了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 软件的发展 黑方走出了当前盘面的神志一手 象棋说白了呀 是一个竞技的运动 你打我一拳 我就得踹你一脚 看看咱俩谁疼啊 既然说我现在压住你的居和马 让你动弹不得 你进炮就是想把这个兵给撞掉 所以说现场肯定会有一个想法 我强行把这个族给卖掉 我拆掉你的炮架子 到底能不能走呢 很显然你不攻我 我攻你肯定受不了啊 当你红方往前一撞 那你的炮架子可就消失了 那现在黑方走什么比较合适呢 既然说您的居和马都动弹不了了 这边的子力你得开展呀 过一个兵到底爱不爱事呢 比如说现在黑方飞向 那么红方往前一撞 黑方继续上马 又是一个先手踩兵 你红方再往下撞 那么黑方进炮 很显然开局这个兵啊 是一死多冬 所以说这个布局 黑方完全可以接受 咱们再换一个角度 看问题 这话呀 说出来您都不信 象棋的布局 也是可以被证明的 刚才拆桥这部棋 到底符不符合其理呢 咱们来打轮一下星期四去 比如说红方先人指路开局 黑方立刻就不服了 你啥水平啊 你走先人指路 所以瞎人狗来对付你 那红方往前一撞 黑方向三尽力飞 红方架中炮 这部棋啥意思啊 如果你敢飞我的兵 我直接打你空头炮啊 所以黑方赶紧上马 红方上马 黑方出去 红方出去 黑方此时往前一撞 现在轮到红方走棋了 刚才的盘面是什么样啊 红方走了一步巡河炮 如果您身为红方 这部棋会不会走炮八进二呢 如果红方走了炮八进二 现在身为黑方来说 肯定就会琢磨 这哥们是不是吃错药了 你为啥要走炮八进二呢 干脆我进炮风区再说 走到当前盘面 正好跟刚才还原了 所以炮八进二这手棋 很显然是一个臭棋 这个布局啊 丝毫都不符合其理 咱们冲着这股子兴问劲啊 跟大家聊一个特别经典的布局 这个布局真的是千古流传啊 红方当头炮 黑方跳马 红方上马 黑方出局 红方选择一步出局 那么黑方往前一出 刚才咱们佐证了一下 现在红方必须得禁局过河 否则黑方给你堵上 肯定受不了啊 那黑方补起自己的屏风马 现在红方终于有往前冲兵的权利了 轮到黑方走齐了 走什么比较合适呢 现在呀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呢 就是佐马盘河 这个队攻太激烈了 所以新手啊 多数都会选择平炮对局 也是相对比较的好掌握啊 那么红方平局一押 黑方退炮 准备以后平炮打局 咱们可别忘了 黑方为什么要跳平风马呢 首先两个马看住自己的中足 让你的中炮打不出来 我还要反击你的三路线呢 以后准备平炮先手打局 那么红方上马 黑方多数都会选择捕士 那为什么黑方要选择捕士呢 首先人家是有一个中炮 咱们先捕后自己的中路 一点毛病都没有 而且如果现在你先平炮打局 人家把局闪开以后 咱们走别的步行啊 以后人家进局是一个先手捉炮 比如说现在黑方进局过河 那么红方进局是一个先手捉炮 如果咱们先把士捕起来 那是不是这个炮就有炮架子了 你进局捉炮的可能性可就没有了 所以黑方多数都会选择士四进五 说个平风马好像有点太激情了呀 黑方士四进五捕完了以后 现在轮到红方走起了 自己这个马已经相当的活跃了 所以赶紧上马和口是比较的常见呀 那轮到黑方走起了 既然你上马和口 准备以后进攻我的中路 那我现在走什么比较合适呢 进局齐和 先手捉你的马 首先你往上跳是不行吗 我的局往过一杀 你这个马可就要凉凉 所以这么走肯定不行 那我上马踩马行不行啊 两个人欺负你一个人 那这么走依然是不行的 黑方平炮打局 那红方没辙这个局只能闪开 你登了我 我杀了你不就完事了吗 现在黑方正好有一个妙手 平局 直接拉住了红方的五根局马 以后这个马是白吃白喝呀 而且你现在进局的手段都没有 可别忘了人家的事补了起来 黑方退炮打局 很显然这个红马是避丢无疑 红方这么走依然不行 现在轮到红方走齐了 既然说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不给活路是咋的呀 那肯定不是啊 红方浸泡 先把自己的马看住再说 现在身为黑方来说 第一反应是啥呀 我补相补后自己的中路 不就完事了吗 但是现在补肯定不行啊 人家直接把马给吃了 所以说赶紧平炮打局 红方把局闪开 黑方再选择补相 首先补后了自己的中路 同时给自己的一路局啊 腾了一个道 现在身为红方来说 如果他是一个臭局 多数都会走什么呀 直接飞边向 这手机啥意思啊 我现在这个马不能往上跳 否则你的局啊 杀我的兵 是一个先手捉炮 所以说我先飞向 给自己的兵啊 生一个根 以后我上马不就是先手了吗 正好给了黑方一丝战机 你这个马很显然是阵型弱点 那我进一步骑也是可以的 欺负欺负你这个马 而且还有更好的选择 我把局点到你的下路线 首先以后有平局 扣马的可能性 以后我把局溜达过来 你肯定受不了啊 比如说红方随便走一步骑吧 那么黑方平局 是一个先手捉炮 你这个炮跑哪去啊 活生生的给夹死了呀 比如说红方退马 那么黑方出去 这个盘面肯定是黑方相当的满意 咱们接着往下 如果对方是一个使用中炮的高手 他现在肯定得拆炮 这不是拆炮什么意思呢 首先自己的三期录像 以后就能连上来 而且还避免了你走居屏次 所以说这招棋 是一招两用的好棋 那现在身为黑方来说 走什么呀 你这个破兵 老给你的马当炮架子 所以直接往前一撞 现在轮到红方走起了 红方现在正好有一个布局陷阱 咱们身为黑方来说 可千万别上当啊 此时红方往前一撞 这手棋可是暗丧杀机 首先你拿足势不行啊 马踩着鞠呢 说我给你吃了 不就完事了吗 这个鞠啊 就陷入了绝境啊 红方向其近乎一飞 很显然横着走 已经没有到了 那没辙只能往下一点 那么红方退炮 这个鞠啊 活生生的被打死了 是一个经典的关门打狗啊 鞠炫里边了 肯定这盘棋是不行了 咱们现在啊 必须得画重点了啊 前面都是咱们给人家埋的陷阱 而这步冲兵呢 是红方给黑方埋的陷阱 咱们可千万别上当啊 现在黑方正确的走法呢 就是把鞠往后一退 那么红方终于有机会撞过来 黑方顺势一飞 那红方走什么是最厉害的呀 就这一步平胖 首先先手打马 同时给自己的九路鞠啊 腾了一个道 那轮到黑方走齐了 走什么是最厉害的呀 咱们又要画重点了呀 赶紧上马 准备先气候局 我踩你的军 你必须得管呀 当你红方敲过来的一瞬间 那么黑方顺势往前一撞 很显然我现在过了一个组 而且这边杀着你的胖呢 现在身为红方来说 肯定会有一个想法 我现在盘面上净大的一个子 那我出局怎么样啊 你如果敢吃我的胖 我可吃你三颗子啊 咱们来算一下啊 比如说现在黑方把炮一吃 那么红方呢 也把炮一吃 当你黑方吃马以后呢 红方也会吃掉黑方一个马 当你黑方吃掉炮的一瞬间 那么红方呢 也会把炮一吃 这都拿不下来啊 怎么看呢 盘面上红方净大的一个马 那黑方不是吃老亏了吗 这么走肯定不行啊 问题到底出在哪了呢 咱们这个盘面啊 新手相当的容易犯错误啊 一定要记得住啊 当红方出局的一瞬间 黑方先把你的炮给吃掉 当你红方杀炮的一瞬间 黑方别傻了吧唧 吃人家的马啊 先选择一点上马 这边踩你的局 必须得管啊 当你红方平局以后 黑方再把马一吃 这一回啊 问题可就解决了 那比如说你黑方把炮吃掉 红方呢 再把你的炮一吃 你无论是吃一个象也好 吃一个兵也好 那么黑方往下一撞 那局面太平稳了 这盘棋肯定合集了 至少你红方赢不了了 当其走到这的时候 那局面肯定相当的平稳了 你红方必须得弃还狮子了 所以说你红方不想合集 只能硬着头皮把炮给送过来再说 那么黑方顺势一敲 局面也是相当的平稳 双方就奔合集走了 因为咱们这个合集啊 是一个屏风码的基本课程 所以说这期视频暂时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呢 希望您给我点点关注 以后您就可以看到后续了 非常感谢您